诺富特风暴越演越烈 饭店群聚酿成家庭成员也染疫 2号指挥中心公布 房屋女经理的先生和一双儿女 也确诊相关足迹一一被公布 按1134房屋女经理的儿子 4月27号曾搭乘254公车 到7-11金富门市领钱 光复北路上的印度餐厅用餐 之后还搭乘672公车 28号29号接连两天 则搭乘262公车 往返住家及公司 按1136房屋女经理的女儿 4月26号到28号搭乘捷运 从顶溪到谷亭再到西门镇 接着转成公车到三重仙色工 其中26号这天还曾到永和 宝平路上一家餐厅用餐 两人足迹几乎遍布双北市 在捷运站或那种可能性会碰到的 然后请大家对自己的健康 要稍微注意那有症状 就要来做通报 新的案例搭过捷运新卢县 百南县松山县 公车254262672路线 标准搭乘大众运输通勤 指挥中心似乎还是掉以轻心 甚至有些足迹选择性不公布 北部疫区被疫情笼罩 连同华航诺富特确诊个案 已经出现六个家户群聚 恐怕疫情将进入社区传播 多点爆发阶段 指挥中心得戒胜恐惧 记者简红旗 吴俊伟 林卫杰 台北参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